中秋要求 為了賣給小朋友實在中秋 上官的台語書 台語團體有基盤 作為當秋作的掛檔 剛才用台語來講中秋的構思 還可以來做過牛作型的掛檔 讓孩子可以哪算哪有台語 作為來看看 今天跟媽媽到座做掛檔 讓三三四四的電話 怕到 兩人到座出一條 看了很趣 中秋節要求了 台語樓基盤作為當秋作的掛檔 現場除了用台語說過 還有當秋作的掛檔 這個掛檔上面也有過牛和牛途 讓小朋友認罵最好奔過的故事 掛檔手的也就有過一個氣氛 吃過的餅 烘肉 吃油的掛檔 上就是以前人會拿一個 拿一個管子 裡面放蠟燭 現在都放LED電池 讓孩子可以開嘴 可以用手工結合 這樣讓他們印象比較沉悶 現場來自台語家庭的林媽媽表示 希望政府可以辦一些台語活動 讓台語用立場建立孩子的生活當中 帶妹妹來 主要想說 因為我們黃藝的活動很多 台語的活動其實很舊 因為很悶 所以變成台語家庭都很辛苦 都要... 這都是主委也比較舊一些 希望政府是我們的... 可以慢慢重視啦 老師說扮這麼多的台語活動 很多小孩的台語都不在一起 最主要的是家庭上載跟小孩說 老師也鼓勵父母可以將台語變成立場 讓小孩說台語是一種很自然的事情 記者的阿蘇安 コヴィンツ耶 新馬ポート